很高兴啊 有机会和于谦老师同台说相声 这于谦老师呢 长得斯文儒雅 再穿上长衫 就显得格外的道貌岸然 您要是常听郭德纲的相声 您就跟他学点好 好吗 郭德纲啊 那人呢 他是诚心的 我这是天生的 我本来想给您选的词 我刚才说的不合适 您那句话不是好词 我应该说您先锋盗鼓 您觉得怎么样啊 我勉强接受了 我是愿意说相声 因为相声呢 是强势艺术 怎么叫强势艺术呢 强势艺术啊 就是麦克风我掌握着 我想说谁就说谁 我想编排谁就编排谁 这就是强势艺术 有话语权这事 对了 好 那有弱势艺术吗 有啊 什么是弱势艺术 你要演话剧 你那台词让人家编剧导演弄好了 他让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那就挺憋屈挺被动 我吃过这亏 还吃过这个亏啊 是啊 怎么回事 也是盗农会演节目 有一年呢 他演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民国时期的三个名人 在一起聚会的故事 哪三个名人呢 一个呢 是著名才女林辉英 哦 这是 风流诗人徐志摩 都是名人 印度诗人泰格尔 还有外国人 对了 三位 那怎么分配的角色呀 这个央视的著名主持人 王小鸭 张宇 演这个林辉英 跟徐志摩 我弄了一大胡子呢 演泰格尔 角色分配的挺合适的 那看怎么说了 王小鸭跟张宇 他们俩金铜玉女 在台上眉来眼去的 他们俩挺合适 我弄了一胡子 在边上站着 整个一灯泡 我觉得憋屈 感觉心里头憋屈 您这也是 点燃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吧 还是说相声好 说相声呢 想编摆谁 编摆谁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快以恩仇 对吧 这里头就有 我想报的人 目的不纯 您想编摆谁呀 编摆谁呀 各位各自留神啊 只不定点到谁 马云呗 好 要编摆就减 八二大的编摆 那当然 这马云弄了一个世界文明 我今天跟你 把他一踩和 咱们俩就世界文明了 哎呦 那我借您的光 我站您边上听听 再加上呢 我确实跟他有过节 借这个机会 抱上他一抱 那让大伙都听听 这有什么过节 我说的下边都是真事 这个前年 2017年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到中国访问 约请了十几位 中国企业家 举行早餐会 我也在备约之内 你也去了 然后 这早餐会上呢 人家总理呢 就把以色列的这个 情况一介绍 希望大家去合作 我呢 因为本来呢 没考虑有什么项目 所以主要是去听的 再加上呢 有马主席在那呢 智达斯什么都是他的活 所以我老神在在 在那一听 然后忙着呢 看看桌上 发现发现 有什么可吃的 本身就是早餐会 就是吃饭去了 有什么可吃的 我看见土豆饼不错 就切了一块 就没吃 就要往嘴里的搁 就在这时候呢 他那总理的话讲完了 大家一鼓掌 我赶紧把刀叉放下 也得跟着鼓掌 这是基本礼貌 这鼓掌完了以后呢 看见人家总理 冲着马云一乐 这么一伸手 这意思啊 是该你了 该你说话 这马云呢 他也很有风度的 冲人家一乐 我想这是 马主席要说话了 这个离鼓掌 还得有点时间 就把土豆饼 搁到嘴里头了 谁知道呢 他跟人家乐完了 他回过头冲我一乐 他说 我跟他先谈了 二十分钟了 老刘你开头炮吧 一分钟就把我噎着了 人家噎着什么讲究 这个土豆饼 噎着我了 好讲 您呢 也是嘴有点急 但是呢 我后来想想呢 也真的不能这么小心眼 是吗 这马云还救过我一次呢 这个事呢 我也得在这儿 表示表示对他的感谢 有好有坏 那您说着好事 这也是真事 这是大前年 法国总统奥朗德 召开这个中国 请这个中国企业家的 俱乐部的几位理事 这个举行的座谈会 又开会 十点钟开会 九点五十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呢 在大厅里边 东一堆西堆的聊天 这个等着这个 总统大驾光临 等着见面 就这时候 马云呢悄悄走到我身边 看着我跟我 说什么呢 说几句悄悄话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完了以后呢 我一听 脸色就变了 讲什么话 让人那么害怕 他说呀 你下边的拉链 没拉上 马云是不是真的 这口帮我去打麻子 哎呀 我这一看还是真的 我想这马祖宗 真是救了我 那年我还当着 CEC主席呢 对面摄像机 这一照 我和总统 我这二郎腿得 敲到什么时候呢 腿不得敲蛇 这老得挡的 从此以后呢 就看见这马云呢 越来越顺眼 往那一站 玉树临风 这个一拼一笑 大家风范 特别是说话 有高度 有水平 有内容 有分寸 越看之越喜欢 关键不是我喜欢 中国妇女界更喜欢 这个前几天我跟他开会 你问他是不是真的 这个不同年龄段的 大姑娘小媳妇 全围着他 又是签名 又是照相 力不透风 我要是 咱要是再敢编排他 那就是跟中国妇女界为敌 然后怎么着 也没准弄得到 中国妇联去写检查去 哎呦 别去这事 这姓马的不敢编排了 那就别编排了 咱敢编排另一个姓马的 您这都是仇人姓马呀 就刚才那个马院长 是这个 这个CEC的理事长 马维华马行长 这我得要把马行长 为什么能当理事长的秘密 我得给他当众揭发一下 你看这里边 咱们这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的 怎么个秘密 马行长心里虚不虚的慌 看来没有吓住人家 大概啊十几年前 有一回啊 CEC打高尔夫球 打到半场 吃饭的时候 这马行长气哼哼的 就冲着我过来说 这球没法打了 怎么没法打 没这么分组的 欺负人 谁跟谁一组 他说呀 别人都四个一组 我们就仨人一组 他说把我跟李东升 魏雪分在一个组 人家俩人心婚艳耳 浓情蜜意 牵着手打球 他说我整个就一灯泡啊 他说要不是 给他 要不就分配一美女 要不然他这球都不打了 马行长有这么回事没有 确实有 不过这跟当理事长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因为当了灯泡 我才当了理事长 他要不当灯泡 他能当理事长吗 您的意思 这当灯泡是理事长的 必然过程是吗 这俱乐部里啊 不是主席理事长 最厉害 我们这儿有一位 做过重大贡献的人 这可惜他没在 踩到他没进 这人呢 这位先生啊 是远东集团的 蒋西培蒋先生 看来要编排蒋总 这个很多人呢 加入盗农会 加入这些CEC啊 就是因为蒋先生的一句话 说什么重要的话 那年呢 我们到美国就访问 在大轿车上 这蒋先生就大讲 他们企业里边 做的这个干细胞一致 怎么怎么神奇 而且保证说 只要是CEC的成员 他都免费 白得做 不要钱 这句话说出来 确实是语精四作 今天谁也忘不了 都记得呢 是真话 这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呀 我奶奶93了 明年做干细胞 后年就生孩子了 下华这是不是真话 我还真没变态人 真就是原话 这明显是没把爷爷放在眼里 亏了我不是他爷爷 这个 太震惊了 蒋先生 对这个人类的贡献 绝不仅仅于此 他还引导着欧洲人民 走向的光明 这话有点大了 怎么呢 那年呢 我们到欧洲去访问 跟那个欧盟主席巴罗佐会谈 谈了一个钟头 到话 话这个 台湾要结束的时候 人家蒋先生 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 他怎么讲 一字一句 都非常的经典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相信我看很多人都听见了 这基本是原话 那您学一学 他说 巴罗佐先生 我们刚才听了你的讲话 知道欧洲人民还是爱在你的 只要你继续这么做下去 欧洲的前景是光明的 后来欧洲换了主席 没得到蒋先生的教导 你看英国脱污 就因为这个 这不是这么没事的 这个 这个话呢 大概就差不多 挺好的 不过您编排了半天别人了 您也介绍些 说说您自己 我说我自个的不是 那我不能 那当然 咱谁也不能 说我好的 也不能 我有点毛 我 我巨内 我太太再三叫我 做人要低调 所以我才就不能说 我自个的什么优点 明白了 家里有领导 是吧 对 那没关系 说说领导啊 大伙儿都肯定更爱听家务事 说说我老婆 对呀 这可以 啊 说说吧 说自己啊 咱就随便说 说领导 咱这有词 还写稿子 写着稿子 说话 这事提到日程上来 你看 顺势 我这就是薯材宝 你给我打这点点 还有 有法 有眼 对了 对了 咱们听听到这 打主板 那个话挺多 我把我的老婆说一说 我的老婆她姓公 那个名字就叫公国兴 我管她叫太太 孩子们管她叫奶奶 也有叫姥姥的 姥姥奶奶是一回事 都是他们的老长辈 对 下一代叫法不一样 有的叫妈 有的叫姨 反的都是最亲弟 这个老太太还挺羊胖 她不先拥抱 不说话 我和她是同班 我们俩上学 大学在西安 毕业分配到成都 穷的就剩了一箱子书 老头老太 生了一窝 子孙满堂 吃乐呵呵 青春 时光荏苒 是过得快 这青春美女 就变成了老太太 这个家里经常开晚会 两个老人挺陶醉 要想日子过得好 得把老婆当领导 您把这告诉郭德纲 德云社一定更吃香 今天给大家拜个年 祝各位一帆风顺 涌向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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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